Yo 我是老薇 這個禮拜我覺得最棒的新品就是這一款啦 我不知道你覺得這個再起鋼彈是不是你的菜啦 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說 萬代改色真的是改得太棒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款金色真的很棒 雖然它的金色不像這樣子金光閃閃的這個樣子 而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非常的感覺像是各種 就是不是漂亮的金組合在一起的再起鋼彈 但是因為我覺得說就是因為這一款 畢竟我覺得大家多多少少 你沒有噴漆能力也可以用塗的 所以現在其實有很多水性漆其實可以把它塗的 類似接近這樣的顏色 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就是那當然你比較有錢的話是可以直接送電鍍啦 我覺得電鍍這樣子的這麼 不一樣造型的鋼彈 因為你知道看那種很傳統的鋼彈真的是看得非常膩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一款真的是 非常厲害 雖然很多人覺得說這個大裙甲 很醜 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奇怪 就變得上身小下身非常龐大 但是我覺得就是 你知道突兀也是有一種美啊 好我們今天就來開箱這一款 就是再起鋼彈是金色版本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盒子非常大 再看一次 可以看到這個盒子的厚度啊 大概跟MG 那個全武裝獨角獸差不多厚 所以變成說 真的是我覺得因為畢竟它是四款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四款 一次放在一起嘛 所以你想想看原本四個 HG的盒子就差不多多少了 所以它現在四個把你塞在一箱子 只是板件幫你換一個顏色而已 我覺得這樣的厚度其實還算是讓你覺得 1700多塊錢感覺 還算有誠意啦 只是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歡這個造型我自己是很喜歡 但是我覺得好像不是 很多人喜歡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你沒買的話 你看一下開箱這個板件 你覺得歐不OK 而且萬代目前它就是說因為 畢竟這個是創鬥前往系列嘛 所有板件都可以裝來裝去 所以很多金色的你可以套用在之前的那個 就是原色裡面 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套用的板件還算是不錯啦 就是至少可玩性比較多 哇打開 真的是 傻煙我貓咪 真的 我覺得 真的 你要有上色的功力 再來買這一款 哇這是啥顏色啊 完全跟金色沒啥搭邊 這個是黃色吧 不是不是金黃色的黃色是 黃色 然後 後面的說明書就可以看到就是原本的說明書 算是萬代一貫的誠意啦 那 這邊的那個 PC鍵的部分的話是用類似像銅色的感覺 哇光看到這一片啊就整個就 熱血了起來了 全頭都硬了 好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顏色 其實這個板件撇除掉這個黃色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還是蠻亮的 就是它 原本的顏色然後改成就是這種綠色 其實我覺得這種配色其實還蠻好看 就是撇除掉這個黃色的部分 黃色真的是蠻奇怪的 再來就可以看到就進入重頭戲啦 就是先給你看一點點 這種 土色的板件 也比較大變金 因為它好像連 就是比較像金黃色的感覺啦 但搭配黃色 我知道它是想要做成是 就是 同一種 不同色的黃 但都是黃 然後有一種 漸層的感覺 但是 就是 它 這個 不是全部都金色的嗎 你就好好的全部都出一個 同一個顏色 很困難嗎 我也不懂 對 好 再看一下其他板件吧 這個應該都是EX女武神的板件 好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臥盾鋼彈 真的是 非常的 銅金銅金的感覺 然後 我覺得 板件部分的話應該完完全全就長的跟之前的HG一樣 然後 塑膠袋包裝應該不太一樣啦 因為畢竟它一捆一捆的包 好可以看一下這種感覺 哇這個就是那個傳說中的大裙甲 就是它兩種 都是一樣是金色 但是就 對他在想做點圖 就是差別性 但是就是 不知道就是覺得很怪 好接下來就是 這個部分的話應該是那個 正義騎士還是什麼騎士 一樣 就是它特效 不知道特效應該也是給很小隻的那種 好 但是你看它這種板件就 就噴得很漂亮 就是 這種色素的板件 其實我覺得它如果金色 然後是用這種比較 就是有質感的 然後雖然是多多少少的都會有一點水紋的感覺 但是 這種質感我覺得就蠻好 就不是像 這一種 這種真的是很怪 看一下有沒有其他顏色 好接下來就可以看到這個就是那個 騎士的那個 特效件 這個特效件真的是 很瞎 動畫做那麼大 結果就變那麼小 好可以看一下這種 就是都 這應該沒了吧 應該 板件顏色都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黃色 金色 好 黃色 就是 就是 其實我已經講到語無人次了 其實就這幾個顏色 好這個就是 天王新的 好 板件真的很多 所以其實煮起來其實 如果你有喜歡這一款 其實我覺得 玩起來應該會蠻有 就可玩性還蠻多 顏色都這樣 沒有別種顏色 好 最後 這個是EX女武神的貼紙 就這樣 其實它就是把HG換顏色 然後把說明書全部包起來 就這樣結束了 不知道你看完這個開箱以後 你感覺如何 我 我是覺得其實真的還蠻帥的啦 就是 你自己改一下顏色吧 我們下期再見了 拜拜